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鹏展翅九千里 但看不见地下的蝼蚁 你若一生只想做一个好人 你趁早摘了官爷 回山里修道去吧 您看 于司长 是否要大万种传令全赦午后 缺入霍夺 一切 传令 静安私奉指借安 诸公各回先前押述 张都尉 也押解回长安闲运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金他 他都顾动些圣人 在圣人面前夸太子 好 宫里伺候圣人的人说 由左相李时之 御史忠诚伪监 护部尚书赔款 经召引韩朝宗和建议大夫杨慎金 他都不担心你 圣人怀疑太子 与朝阵接党吗 冒了这么大的风险 就是为了让静安私 不再长安 有大不妥 何金他 这是在掩盖什么吧 自从有我戴政的消息传出之后 他恨不得啃了我的骨头 右相放心 静安私用的那个死球 曾经给狼卫绘制过相符守备图 以此为由 把他押到右相位审讯 不但再也威胁不到右相的安全 保证还能审出对太子不利的言辞 到时候圣人对太子的褒奖 也会一并撤销了 苏万 苏万 右相位调人的命令早已经发出了 只待有人把张晓晶押送到右相位官司 此时起 让吕文君听右相位 干守陈三人 黎思诚总觉得 咱们静安私只有张晓晶 最能干的 只有你胜前的右相位 你跟你阿胜的红月 才能得以实现 公子 送归张晓晶 让谭琪也去吧 你也对我很失望吧 你也对我很失望吧 没有 不管绿袍 红袍 紫袍 胜人之下 皆是皮肤 公子又怎么能对抗圣旨呢 给张晓晓晶 不要被别人发现 死就要逃 咱们被拦住 是 你让他脱身以后 去华远方打击九四朝王 我还要请他办事 华远方民众较多 官兵不敢闪漏 徐彬也说 电动动势 能守秘密 尊敏 自己小心一些 四朝后面我提醒张主闻 此处到长安县域中 隔着四方 这一路上人多杂乱 若是让我们护送过去 张主任 可万万不能逃跑吧 公子 张小敬被崔吕帅带去了 黄城内的右校尾官署 说是奉干守城将军令 捉拿杖刀经 我从未见什么将军令 是崔吕帅 自行接了右校尾首领 快追 吕帆军何在 也都跟崔吕帅走了 除了大门和大殿的 几个开门都没走 这时候今晚死的兵都没了 是 是 士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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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等奉圣人旨意 散满归家 士承 尚元祥瑞 士承 尚元祥瑞 还请助攻留下 再助李平秘密追查 士承 莫难为谋等 这些小小利缘吗 也有一他 ボディ 你伴侬人 石像不多了 多看看 他们已经知道了 三百桶复活类的存在 这宅子很安全吗 不用担心 全长安没有人敢得知 这个宅子背后的人 放心吧 文冉呢 他自己走了 说我不敢拦他 真正钟情与李泽然 和你的时时刻刻住在你的身边 他不回来 我也不知是何愿意 你撒我 我们为什么就这么做的门啊 因为他是我的亲人 可以说 今日子儿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他 你可想 来 预长 我需要通过他的眼睛 看着尽是咱们做的这一切 然后用他的嘴 去告诉世人 咱们 做的是对的 告诉我 文山呢 我去找 我去找